你别认为现在这孩子不结婚是好事 将来姥姥她也是好的事 谁管她呀 我这不结婚 我跟你说她现在她不结婚 她就觉得她那好呢 你当孙儿大子你就知道了 我跟你说就是电视台那个正丽 你知道吗 我知道 她也是30多 有的她这孩子 她住医院去了 好了有一老太太住医院 她问老太太 她说您这住医院怎么 家里怎么 连个人都没有 后来她说的 我没有人 老头死了 我就一个人 后来正丽一听这个 正丽就哭了 她已经结婚了 赶紧就要一孩子 她要的孩子的时候 也30多小40子了 是 也高龄了 她也高龄了 她要一孩子 她说了 你这住医院都连个人都没有 老爸死了 就老太一人 可是人家不说年轻的来讲 千万都是玩啊 这她玩的吧 让她玩的 她早了 她又后悔那天 你别理她 让她玩去 人家过二人世界多好啊 您看好 是 她过二人世界 她老了 她们一个人就说 她要上院 瞧不瞧 连她们人 给你家签字都没有 对 谁给你家签字啊 你以为这好吗 我觉得这不好 你该结婚 你结婚 你该咬一孩子 咬一孩子 说咱不养多了 是吧 那你养一个 是好 当你姥姥说的 你住院 那有人给你签个字 你干嘛你上敬老院 那有人给你签个字 有人呢 是 你看那个手机人说了吗 有那个房产 给卖了上敬老院了 当时敬老院没多少日子 给死了 是 你没人啊 你死了 那前人不是敬老院姥姥 是啊 你没人啊 是 那不是陈旭就说了吗 该结婚结婚 该养孩子养孩子 说你不结婚 你这么大的 你不结婚 你不让孩子 你真没老了 你谁给你签个字啊